11月13日中午,网络上突然流出一段一次鼓励那扎西日与男友的亲密视频,引起了许多网友的激烈讨论,据悉,这段视频内容为10秒,视频中的两人一起躺在床头,男方拿着手机录制,而旁边一次那扎的女子和躺在男方的肩头,非常软弱的视频。 我特别美,特别善良,特别温柔,特别会暴容人,然后特别成熟,而据爆料者的说法,视频中的男子是一名服装设计师,而那家的北地上学时期曾与其交往,视频正式拍摄于两人热恋期,虽然从视频内容来看,显然这只是正在热恋的小情侣秀恩,爱的瞬间,虽然那扎是明星, 但在大学时谈个恋爱也正常,但网友觉得,既然是早年的视频,那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曝光,显然是别有用心,也有网友爆料说该视频,其实,就是从男方的朋友圈中流出,虽然没有证据证实, 但网友也上传了该男子的正脸照片,照片来源与视频内容一致,在视频发酵数小时后,男子的真实身份,再次遭到曝光, 网友爆料称,该男子名叫谢思雨,确实是一位服装设计师,在微博上主推男子西装类,有自己的网络店铺,受众定位高端,从其晒出的自拍照也能对应上,并且,他的西装品牌在娱乐圈内也有涉猎,在宣传页上,也能看到之前许多明星出席活动,是有穿过他的品牌西装,最近这段时间,中国有嘻哈, 导演车策,燕源黄传军,葛,圣源成杰等人也出现在他的服装店中,而从他的微博内容来看,现在的谢思雨,应该是已经结婚成家了,并且在10月30日那天,妻子还为他生下了儿子,小明浪子,鼓励那家前男友长相帅气,如今是也做得好,家庭也美满,算得上是登上人生巅峰了, 不过,有点让人意外的是,在视频发酵后,不少网友已经找到他的微博,并向他求证,但他本人并没有回应此事,反而是在不久前给自己的产品线打起了广告, 虽然说打广告没什么,但在这个时间点打广告,也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特别有用心,就有网友爆料的一样,难道这个视频,真是他放出来的吗? 虽然这起事情,破茧抽死的说起来,也算不得什么大事,两人年轻时谈恋爱也很正常,但是隔多年男友突然抱人隐私,就很让人觉得愤怒了,毕竟那家美做错什么,却要突然遭人废,不管怎么说,这种行为也已经算得上渣男了吧 这种行为,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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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